一般符子有分陰跟癢 癢就是 所謂癢就是一般大廟心靈 在用的媽祖廟、鳳雅廟 在用的符靈 那是可以盡天的 那如果陰的就是瀟小行為 那是不可以盡天 因為盡天就是有神明界的檢查 就幫你沒所 那就是不法瀟小行為是不盡天 但至於孫先生他說 他爸爸用湖水給他喝 那湖水是苦的我非常不以為然 因為湖水就是用蒸去燒的 不可能是苦的 那是不可能 我認為就是有瑕疵的 誰書醬的醬頭書 要首先要立書 還要有座椅 一般書庫都不會傳色 很少在台灣據我了解 不會超過五人 敢有這個勇氣 第一點就是要有三種要起一樣 你學立書以後 才書醬才會有功能 第一種就是要立書 發重視就是節祖節孫 第二種就是穿破衣住破房子 第三種就是過年的時候 人家一般過年的時候 廚系都會孫上會帶錢帶紅包 他這種人是孫上不能帶紅包帶錢 就是要破要空 這樣來書醬才有效 還要加座椅